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姓黄 叫日华 家族那新电视 地弹桥地北边 西州路地欢乐了 没有那个苏拉夫 那个路吗 卡西尼阿拉 我是用脱溜的 然后写纸条 写纸条 然后给我弟弟他们去看 然后去交代给我爸爸 不过到那个公司的时候 我还会学信给家里说 不得已 因为我兄弟太多了 我在家里也不是 书也没在读嘛 再怎么做也是做农啊 我想说早有点出外 你说回家 你现在回家也回乡也没有 第一个 工作 你在乡下做什么 能做什么 那边也没有什么建筑方面的 这边还没有办法 以前是做菜圆的 因为做菜圆 那个菜还不错 就搭一个寮 这边又很好 要抓鱼去抓嘛 吃也 吃菜也自己 所以就慢慢这样子习惯 习惯了这个生活 也就想到 就有个故乡的一个生活 那本来就故乡就这样子 所以慢慢去搭 搭盖这个 然后我岳父刚搬来这边 所以就想到我们这边 就是刚才我讲的说 你在外面也不是说很好 就是一样的生活嘛 又要想养小孩 所以说 就一直堅持在这个地方 到目前 是这样子搬过来的 我们先把自己厌业的先举手好了 这样比较 比较那个 不要说用推的 他以前来讲 也算是我们部落的那个总务嘛 他就是也算是蛮正直的啦 所以说理所当然的话 这一次来讲 都我们改选的话 当然大家也就是选他嘛 因为只要是他为人正直嘛 他第一次做到部落的一个 精神领袖 当然他的刚开始压力很大 他很多地方还是要 从中跟一些老一代的 老头目来做学习 他这个两年当中 我观察他对每一件事情 他都要求得非常的积极跟严格 在我的观察里面 应该已经是上轨道了 只要说他讲一句话 我们当然都会听他的 因为他是我们部落的父亲 希望更 他更让我们部落更团结 或者是部落有什么更好 也比较好办做 是 那个要求他能 有什么能敢讲 对 要跟部落讲 不要说放在心里 不好意思啦 什么什么 不要 国家不就是要办这个 第一次我们原住民的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住宅这样子 那以我们西州部落是先例嘛 那希望做得更好这样子 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嘛 好 預備 起 社会住宅 死猪不害 社会住宅 猪跟死猪不一样 死猪我们哪个人买 我们的口号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议题 弄个清楚 刚才金油也讲 像目前来讲 我当头目他很不喜欢 他很不喜欢当我 我当头目 因为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们当初的 在这边好好的生活 还不至于那么大的事情 现在目前一直坚持到 在那边的话 那压力太大 因为我们一直在跑跑 为了那个以后的家里 大部分就是为了那个住宅 这样烦恼 差太多了 有点变了 因为他要为部落服务 多多少少已经 没有想到我家里的那个 一些该做的事情 所以很少 所以很少 聚会都很少这一曲 如果他 我下班的时候他弹下班 那回来的时候 五点上班七点 因为搞不到你 他早上他们比较 他算比较远的地方 早上都比较早出门 五点啊 他五点就去床 然后搭人家的车 我那个地方是八点 才可以进去 走出往归了 你还是走出往归 我是晚去找归 天岛 你还是走出往归 鼓励他就是 继续为部落做吧 对 因为我们需要他 这边部落的 就是会支持他当头目嘛 对啊 就是 就是尽量把你的任内的那些职位 那些都做好 然后家里这边都不用担心 我也很高兴说 所以我在这边能够学到一些人生的一种 齐齐复复啊 从我都干部 然后像这个 像目前 从我干部到现在 然后我现在又搬到那边 虽然这样的齐齐复复复 每天都被人家自己点点 还是这样啊 而完成的话 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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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走路 我们是一家人 从前直到永永远 在西走路 我们一家不是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不是人 还是一家人 是在延伙 座客 一组 都其实是